另外在副总统萧美琴这边呢 在二十七号晚上也特别出席 全国商业总会的受证典礼 要和产业人士的好好来交流 不过旅游业者很关心的就是啊 两岸有没有机会来恢复团客的旅游呢 商总理事长许舒博就透露 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好消息 尤其副总统我们颁发理事长当选证书 亲手颁发当选证书副总统萧美琴 操控来到全国商业总会的受证典礼 关心台湾的产业发展 稍微幽默一下让全场笑翻 萧美琴强调台湾要和世界交流 不过最近台海情势紧张 原先说好要恢复的两岸团客观光也突然喊停 让旅游业者怨声载道 但现在赖政府上任后似乎又看见曙光 两岸的旅游这个开放也是非常的重要 应该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好的信息 包括航班的增加 还有开放这个两岸旅游的这个人数的增加 商总理事长许舒博透露 他们正积极的和中国沟通 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 只是中国才刚结束围台军演 双方关系降到冰点 两岸互动真的有可能回问吗 该放的还是要优先来放 放开了 然后再来寻求大家彼此善意的这个对接 那你不能说 这个我现在铁板一块 这个不太好 赖兴德在就职演说上公开递出橄榄枝 说希望重启与中国的交流 如果两岸旅游真的能够顺利恢复 将会让台湾和中国之间再度搭起沟通桥梁 就蓝金八丈人许愿台北唱不到